我在这里出一个大美容4.0部署的教程 我们先首先把原本文件拖上来 先让它慢慢上传吧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环境 用Apaq环境也可以 明智格式环境也可以 但是PHP版本要用7.2的 要用7.1 因为我还是教要授权做的指定版本是7.2 一定要用指定版本7.2版本 PHP版本 然后我们先安装一下扩展 点击设置安装扩展 S.1选择 这扩展等会我们再安吧 不安的话 我们先就是找什么处于一个小白的角度 到时候好跟大家讲 你们在部署过程中会遇到的 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免得到时候就是 有时候来任务啊 好我们先把原码上传上去看一下 那我们就在这里暂停一下吧 等原码文件上传好了之后再点击接开始 我们先把原码上传上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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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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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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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对 我还要改一下 稍等一下 我暂停一下吧 我把那个圆满文件拖上来一下 因为我们这是H5 然后把微信登录给取消了 如果需要微信登录的话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 联系我到时候你们发可以微信登录的文件 稍等一下 我先剪一下文件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我去把这回调地址改了 我之前做的是无线回调 你可以改成微信他默认的那个回调地址就行了 对 一处在这回调地址 还有一处是在我刚才住室的那边 一处在这边 还有一处回调地址 还有一处回调地址也在这边改 如果你就是说不会做无线回调的话 到时候可以改回微信原来的那回调地址 我这里之前最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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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做的一份教程 到时候你们可以就是拿去用 好 到时候可以拿去用 好 这里就是修改两个数据库的地址 好 先一个一个给你们打开吧 首先的话这一套其实搭建挺简单的 首先先找到数据库的地址 这是游戏启动器里面的 下滑 这篇配置文件 点击编辑 好 点击编辑 这一篇就是数据库的账号密码库名啊 这些自己去修改 这里的话 这里的地址可改可不改 好 OK 这是一篇修改数据库的 这些也是启动的 然后还有一个这里面 这篇数据库地址也要去改 DB文件也是一样 然后还有就是修改无线回调地址的 现在我们就是默认的是H5登录注册嘛 如果你需要接入微信的话 那就去把这篇文件 如果你需要接入微信公众号登录的话 或者是无线回调的话 那你直接把这行注释取消掉 那就OK了 好 我们先登录后台吧 一定要设置稳定态这些啊 跟着我的教程走的话 绝对可以搭建出来 就算你不会搭建程序的话都会 首先你要自己先去把宝塔安装 你这个是很啊 有点是系统 哎呀 我记得好像这个库的话是我之前设的 看一下对不对 哦对 后台密码的话是 我打在这下面备注吧 这个地址说实话也可以被我问了啊 好 后台 后台地址 你的域名 然后ID命 直接可以进来啊 发现 号的话是小数科技 密码的话是12356 好 如果你要进入微信的话 自己在这边去 改ID KY啊 改完了之后 然后自己把那个公众号文件拖到根目录 啊 拖到根目录啊 直接体调或者就是新增也可以 然后并且点击获取 如果这边获取成功的话 定 这边提示获取成功 那么你就接入OK了 如果这边的小数码冒出了 那就是没OK 然后也没什么其他静音可以改的了啊 其他的话无非就是一些后台的 这些东西的话 也没什么改的 那我们启动一下游戏吧 启动游戏的话 我们直接登入SSH 好 这个目录是启动的 启动这片文件 1.SH 我自己都忘掉SSH的密码了 我们直接用中断工具点吧 好 这个IP是 124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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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 好 先进入到 先进入到我们这个目录里面来 启动目录 这个是你自己网站的这个目录啊 自己就是咋说呢 建完站了之后自己去获取 像我这样啊 直接自己去获取准确的目录 不要跟我学啊 除了你给我命名的文件夹着一样可以的啊 好 好 直接 点斜 1.SH 等一下 我们还要放一下端口 端口我们还没放 直接1到65,000放也不是问题 或者 或者 我记得我们这开放端口是多少 或者 3000多到4000多放也不是问题 尽量尽量不懂的话 直接放1到65,000吧 去查一下 也可以就是自己放指定的 直接起吧 反正这个到时候直接放4 3000到4000多也可以 对 直接放3到4000的端口也可以 OK了 这就代表已经启动成功了 好 好 我们再直接进入游戏 注册一个账号随便注册 这个版本我没有做任何授权啊 所以说到时候你拿过去自己看数据就行了 1.0 1.0 2.0 但是 这个免费版的话 就 有个小问题你们过来问 可以给你们解决 但是不要就是 咋说呢 哎 上来就是 一直白嫖 一直白稳 好 好 如果这个页面是一直在加载状态 那就是游戏没启动OK 是没OK 是没OK 好 一直在加载 并且点击不了的话 游戏就是没启动OK 我们待会再去打一下 好 稍等去改一下 稍等 是 谢谢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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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 3 10 4 yn 好,我先把这个录音停一下 一到六万五端口气全放掉了 也可以直接放三千到四千的端口 刚才端口没放 所以说程序这前端刚才我们返回首页的话 直接会一直加载空白 好,现在端口放了,我们再启动一下 1.sh 好,ok 这就可以进来了 一定要去把端口放了 一到六万五的或者就是三千到 三千到四千五去放了 好,这种情况你就是点击logo 玩法这种可以出来就行了 选择积分场模式的话 那么你自己相应开的大联盟 好,我给你们先简单的讲解一下 这套程序,先加两分 然后一看一看 这套程序,先加两分时间 接触信息 其实把它切换积分的 也maan 当时的话本来是想做进行后面1.0,2.0做的话 然后当时用的人也挺多 但是白嫖的人太烦了 后来我们手刷头已经停掉开发了 好,OK,我们将了房卡了 然后我们这边右上角的话有一个开启俱乐部 需要消耗50张房卡 好,这边的话填入你俱乐部名字 好,OK,我们开好俱乐部了之后 直接点击我的进入个人中心 我的联盟就是我自己开的联盟 它才会显示出来 加入的联盟是用户他们加入的 用户的话他们要点击他们加入的联盟就行了 好,我的联盟里面房间这些怎么出来呢 那我们直接进行去 可以提前先把桌子备注给输入进去 好,体验把桌子备注给填入一下 OK,到时候你开房的话就会有桌子备注选项功能了 好,你看桌子备注一二三它都会出来了 直接在个人中心选择积分场模式 这自动开启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自动开房功能 就是说你房间结束了之后 它会自动给你开房间出来 好,OK 转回首页 进入到个人中心 我的联盟 OK,桌子备注 还有桌子已经显现出来了 只要你自己就是在首页去自己开启街形了 开启房间 你开什么房间 它就会出来什么房间 你如果开普通场的话 它是不会在俱俱乐部里面显示的 而且你开的房间只能在你自己的俱乐部里面显示 不会就是说你已加入的俱乐部显示 好 打个教程要不然就先到这里吧 然后看看 也没啥好教的人 这个到时候你们直接按照这个教程来走就行了 这一个的话 你们可以就是不用去管它 你们不接入公众号的话 然后就是启动关键是1.sh 停止运行是 小写 这个命令是停止 停止启动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刚才我就是操作了什么东西呢 刚才我也就是 首先滴开启动 对不对 然后刚才是进不去 然后后面我再输入了是 2.sh 停止了一下 然后再重新启动了游戏 然后再重新启动了游戏 1.sh 然后就搞定了 OK 那这些教程就出到这里吧 按照这个教程来走绝对是没错的 一定要开启 违京太 如果你后台登录后台的时候 报错 404的话 如果你登录后台报错404的话 那就是你 那就是你那边的违京太没设置好 一定要看好违京太是否写入进去 对了 还有你如果要开通43端口 国内服务器过强的话 直接这边添加 43 点击保存 就OK了 然后